富人为什么都喜欢定居新加坡? 新加坡作为一个土地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家 百万富翁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并且还在迅速增长中 这背后离不开新加坡在财富创造方面的表现力和它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新加坡政府近些年移民开发政策上的努力 全球十大最富裕的城市中有七个城市制定了投资移民计划 吸引外籍人士通过直接投资来换取居留或公民权 这表明了投资者对于移民和定居新加坡的兴趣 也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在吸引国际资本和人才方面的成功策略 除了经济因素外,新加坡作为一个国际化、安全和宜居的城市 也吸引了许多富豪选择在此定居 新加坡优越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 以及丰富多样的文化和娱乐活动 为富裕人士提供了舒适和便利的生活环境 因此,未来新加坡有望继续吸引更多的富豪和国际投资者 成为他们的理想居住和投资目的地 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富人都选择移居新加坡呢? 1.经济稳定 新加坡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而闻名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枢纽 新加坡拥有健全的法治体系和透明的金融市场 为富豪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 2.高品质生活 新加坡被认为是一个宜居城市 拥有优质的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 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娱乐活动 这些因素吸引了富裕人士选择在新加坡定居 并为他们和家人提供舒适便利的生活 3.低税率和良好的商业环境 新加坡的税收制度简单明了 税率相对较低 对于富豪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此外,新加坡的商业环境友好 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和发展 为富豪提供了丰富的商业机会 4.多样化和国际化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新加坡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和资本 这种多样性为富豪提供了广阔的人际网络和商业机会 使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 5.投资移民政策 新加坡的投资移民政策相对开放 允许外国人通过投资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这吸引了许多富裕人士选择在新加坡投资 并获得居留权或公民身份 从而享受更多的福利和便利 移民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如果你也想尝试新加坡的生活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融入 不妨考虑先办理新加坡一批 既不失去本国国籍 又可以获得新加坡永居特权 不管是生活上还是事业上都获得等同的权利 如果以后考虑好了 也可以提升为PR 从而实现移民新加坡 你知道为什么富人都喜欢选择新加坡了吗 您还有哪些新加坡移民上的问题呢 评论区告诉我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新加坡移民小知识